做字幕这件事呢向来就是一个体力活 但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做字幕变得轻松一些的 至于轻松多少看完本期视频你就知道了 另外请留意视频下方的进度条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跳转 首先我们需要导出一个参考视频 那在此之前你的剪辑工作最好是已经完成了 由于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参考 所以你可以用很低的画质导出视频 最好关闭所有音乐只保留人生 如果你打算直接在字幕软件里完成最后的操作 那么请导出一个高画质的版本 但是我还是建议导出低画质的参考视频 在字幕制作好后回到剪辑软件完成最后输出 然后是在工具的选择上 目前来讲很多剪辑软件自带的字幕功能其实都不好用 所以我是不推荐使用的 那像我们这样的视频制作者 其实对字幕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 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视频下方的这种字幕 那对于这种字幕 我觉得用Arcton来做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点击下载与安装 根据你的系统选择对应的版本 我这儿以Windows为例 其他系统可以看下面的说明 下载好你会得到一个压缩包 然后解压 打开 运行Arcton Pro.exe 当然你也可以像这样创建快捷方式 接下来讲一讲Arcton的基础操作 看完这一段后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跳转 其实你可以去看官方的教程 也是很棒的 当然你也可以接着看我的教程 打开Arcton以后 导入准备好的视频文件 你可以拖动底部长条 或者滚动鼠标滚轮来浏览时间轴 想要缩放时间轴 可以按住这个圈左右滑动鼠标 或者按住out键来滚动鼠标 如果你觉得这里的音频波形太大或者太小 则可以按住并左右拖动这个圆圈 回到上面的工具栏里来 选择这个快速拖拽创建工具 然后直接拖拽 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字幕块 你可以一边播放一边拖拽 或者按键盘上的J和K来打点 这是一段测试内容 字幕其实是视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字幕 但是有字幕总归是一件好事 等把所有字幕块都创建好后 就可以双击相应的字幕块输入字幕 以此类推就可以完成字幕的制作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修改一个字幕样式 或者直接新建一个 双击样式就可以进行一些自定义操作了 双击一览窗口可以百分百显示 这样就可以看清字幕了 把字幕样式调整到你喜欢的样子 然后点击应用 再点击旁边的小组管理 你创建的字幕默认是组一 所以只需要将组一的样式修改为你想要的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选中字幕块 为它们分配不同的组设定不同的样式 现在如果不打算再回到剪辑软件 也就是说你在一开始导出的是一个高画质的视频 那么就可以直接选择导出 快速压制视频 开始转码就行了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这是一段测试内容 字幕其实是视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你和我一样 导出的只是一个参考视频 还需要回到剪辑软件 那么就先双击想要的样式 在最下面选择复制样式 然后再选择导出 找到你的剪辑软件 选择XML加PNG序列 滑到最下面 点击粘贴样式 在输出设定这里 把一切都改成和你视频相同的格式 最后设定一下输出入境 一定要选一个文件夹 因为它会输出一堆文件 然后点击导出 回到PR 双击项目面板 导入刚才导出的字母文件 在最下面找到一个XML文件就可以 导入之后 双击打开 找到最后的这个序列 拖入时间线即可 记得一定要对齐一下第一句话开始的时间 当然了 以上是最基础的操作 看起来也十分繁琐 平时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建议这么做的 接下来请根据实际情况跳转 然后我们要分两种情况 就是你制作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写稿子呢 或者说你是不是照着稿子念来做视频的呢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字幕稿 那么就需要先获取字幕稿 你当然可以按照基础方法来一个个打字 但那样太累了 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自动生成字幕的工具 像Arctime其实就有这个功能 将视频文件导入后选择语音识别 全自动诊断语音识别 然后等待一会儿字幕就自动完成了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这是一段测试内容 字幕其实是视频的一个重要组织 可以看到准确率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你只需要修改一些错误的地方就好了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相当轻松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识别出来的字幕默认分到组三 在设定样式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不过这是一个收费的服务 根据视频时常会扣除相应的积分 具体的收费标准可以看这里 在Arctime里每一签积分是10元 首次充值会赠送2000积分 或者每天签到也能获得积分 如果你不想花这个钱 那么也可以使用一些免费的 比如我之前推荐的网易间外工作台 和牛篇智能字幕 具体的可以去看相应的视频 我这以牛篇为例 你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打开网址上传你的视频 写好任务名称提交并等待就可以了 等处理完成后就可以直接下载到字幕文件 SRT格式 然后打开Arctime 导入视频导入下载好的字幕文件 然后再对错误进行一些修改就好了 也许你会问 我为啥不直接在网页上修改呢 因为网页上的操作体验没那么好 这个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注意这个识别的准确率 是和你人生的清晰度有关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字幕稿 那么一切就简单多了 你可以在导入视频后 选择导入纯文本 需要注意的是 你的字幕稿应该是像这样的 一行就代表一句话 导入后你就能在文本内容这看到了 这时候再选择字幕拖拽创建工具 你就会看到你的鼠标上出现了第一句话 然后你就可以一边播放 一边拖拽放置字幕块 或者使用J和K来创建字幕块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这是一段测试内容 字幕其实是视频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最后你可以再校对一下 当然这并不是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应该是导入字幕稿后 选择语音识别 自动打轴括号英文对齐 然后点击开始 稍等一会儿就全部完成了 准确率那是相当的高 心情是相当的爽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 在这些静音的地方 字幕块的开始或者结尾有点小问题 不过也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识别出来的字幕默认分道组三 在设置样式时需要注意一下 虽然这个功能也需要付费 但是用起来那是真的舒服 毕竟剪完视频后身心疲惫 做字幕又很累 现在一切都可以轻松完美 希望本期视频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 让你做字幕更轻松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发表在评论区 如果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Arctime 可以去看看官网的教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关注 你可以长按点赞 激活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